动不动满身汗和不爱出汗的人 谁身体健康 汗多是出了什么问题 你觉得出汗多和出汗少的人 到底谁的身体更健康呢 经常出汗啊 汗多的以及不怎么出汗的 到底是谁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又该如何去调理 今天啊 我一次给你讲明白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件事啊 出汗呢 并不是意味着排毒 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呀 出汗只是身体 通过皮肤体表排泄的一种方式 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散热啊 以及调节体温 然后是不管呢 是出汗多 经常出汗 以及不爱出汗的人 身体都不是非常健康的人 正常人出汗呢 应该是冒汗 就是体表会出汗 但是不至于留下来 而是微微出汗的这种情况 那首先我们来说一下 一动就出汗 经常出汗是什么问题 那中医认为啊 爱出汗主要是三方面出了问题 第一个是胃表不合 第二是湿热 最后就是阴虚 那引起胃表不合的问题啊 最常见的就是气虚 气能固涉经验 胃气呢主管汗孔开合 如果你胃气不足 导致胃表不合 平时啊就容易出现 自汗汗多 乏力气短等情况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湿热 它本质上也算是 今夜的一种形式 如果你体内湿热过多 孕节在体内 在体内啊又很难排出去 时间久了 这些湿热啊就容易乱跑啊 破筋外出引起体表发汗的情况 这类汗水啊有个特点 就是比较粘腻 甚至还有异味 最后一个就是阴虚 体内阴液不足 导致虚火内生 最终啊破汗外出 阴虚出汗也很有特点 就是倒汗 平时不怎么出汗 但是一到晚上和中午 尤其是睡着的时候 很容易出汗 甚至能把枕头啊都打湿 平时还伴随着潮热 鼓针等情况 那讲完汗多的情况啊 我们再来说一下汗少 汗少最常见的情况啊 就是阳气亏虚了 阳气亏虚啊又包含着气虚啊 所以它既可能导致自汗汗多 也可能导致少汗 如果你体内阳气亏虚 导致含邪内生 人体温度不足啊 一方面呢是气化功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筋液啊就不容易发出体表啊 另一方面寒煮收饮 还会把体内的筋液啊收在体内啊 不容易排出体外 并且这类患者啊还多有胃寒怕冷 四肢冰凉等问题 好了今天关于爱出汗和不爱出汗的内容啊 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